随着天气转回炎热 澎湖的上空出现了罕见的飞碟云 看到的民众都说好幸运 气象传也说 虽然这是自然的大气景象 但武山的澎湖会出现飞碟云也很罕见 这就是澎湖出现的飞碟云 看起来有些远胖 但形态完整 真的是像天外来物准备要降临澎湖一样 不过澎湖气象站说 飞碟云也就是夹状云 一般会出现在高山 因为是软湿空气经过高山时 形成的震动而滞留 所以几乎飞碟云都和山脱离不了关系 但澎湖没有山都是平地 会出现飞碟云是很少见 它的地形坡 然后就会让它呈现飞碟的效果 然后一层一层把它压着 是是是 它因为底下的一直往上对流 然后上面有一个高有一个盖子把它盖住 所以说它就会一层一层的堆起来 上夹心饼干这样 对云能目睹少见的飞碟云 在地人有人说这个是好兆头 也有人直说云城像峻姑一样 能亲眼目睹很幸运 这表示有一种征兆 表示这是澎湖花火鞋 迪士尼 请办得非常成功 这是吉祥的征兆 澎湖因为没有山的关系 确实很罕见飞碟云的出现 没想到今天就难得出现一次 虽然行程的时间不久 但还是让人看得觉得很新鲜 记者陈荣誉报道